他做鸡婆的 他做鸡婆的 放你妈的屁 你妈的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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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岁小伙 只是想接68岁小仙女老婆回家 结果老婆的老公死活都不同意 还把她暴打一顿 眼前这个蹊跷冒烟的男人姓肖 老改出狱 工地打工 十年行在一处工地上 意外结识了王大妈 空虚寂寞的两人一拍即合 大伙过日子 生活和谐 幸福无边 结果 突然有一天 大妈离奇失踪了 这可把萧大爷急坏了 四处奔波 终于找到了王大妈的新家 上门寻找 打算接老伴回家 不料遭到了对方老公的强烈阻挠 还扬言要把他打死 无奈 萧大爷只好请来调解员帮忙评理 这个是他老公 是他老公 哪里个老公 什么事 你是你这个老婆 我老婆是这个 你的老婆 你在干什么你是谁 到底你老婆是谁老婆了 他没你分的 他是什么人 我也不认识他 他认识我十几年 一见面 三人就展开了激烈的认主仪式 听得众人云里雾里 直到一位小仙女出场 大家的24K太和金狗眼 瞬间被亮瞎 他是我在这边打工认识的 你在这里打工跟他认识的 跟他生我的几年 生我的十年 你跟他生我的十年 他呢 他生我的丈夫 他这里的丈夫 那你有老公 你怎么跟他生我在一起呢 老公嘛不在嘛 老公不在就要嘴变的 哎呦 真嘴变你这个人 你跟他生我在一起算什么呢 算什么 就算一个拼头吧 不奇怪的对不对 不奇怪的 老头乐嘛 So easy啊 一波头脑风暴 小纪元终于理清了三人的关系 原来 萧大爷的老伴 实际上是邓大爷的妻子 人家可是有小伯伯 保护的正经儿夫妻哦 十年前 王大妈外出打工 一直和萧大爷一起生活 老公是老公 丈夫是丈夫 好家伙 现实版燃东啊 直到这年暑假 邓大爷才第一次带孙子 从四川老家过来玩 对于妻子 在这里和谁生活 盖不知情 只是隐隐约约听过有人纠缠不休 她就跟我讲 她说这边有一个婚生缠着她 要叫她跟她结婚 要叫她跟她 不跟她 要杀她 要杀她 她那个 那那个箱子 这个后备箱 还有一个刀子 刚才都买这 那也要杀我 而对于老伴已婚这件事 萧大爷一直是知情的 他只是沉溺在爱情的深海里 无法自拔 据萧大爷描述 自己这十年来 一直是忙前忙后 亲情恳恳 对待王大妈 如同亲媳妇一样 没成想 最亲最爱的小仙女 骗了自己 她当初承诺过 打死不再跟她老公担 只要我对她好 她就愿意和我私奔 因为这一承诺 萧大爷乐得屁颠屁颠的 直接重返十八岁 像个孙子一样 努劲干 结果万万没想到 王大妈迟迟没有兑现承诺 自己忙前忙后 雇用十年 到头来 人家才是真正的合法夫妻 此话一出 王大妈立即跳出来喊冤 他妈妈给讨一个老婆了 老太婆了 你人还怪好的嘞 连老公下一个 讨老婆的钱都考虑到了 老一辈办事 就是厂了哈 价格公道 同手无欺 调解员听得五迷三道 感觉三官被摁在地上 疯狂摩擦 忍不住开始爱的教育 我跟他 神力 你以为光彩的 光不光彩 什么办法呢 不光彩有什么办法 你可以看两只吃饭 去劳动啊 你没结婚可以乱来 他没离婚 你应该在一起 我应该在人民共没结婚 你没结婚 他没离婚 他不得碰到 我跟我老公不得碰到 他老公碰不碰是他的事 得 教育失败 一个淡然无畏 一个理所当然 严重着讲道理这招不管用 调解员只好从一口架下手 转头试图询问双方意见 邓大哥十分敞亮 表示如果对方愿意给钱 自己就退位让闲 去和妻子离婚 而肖大爷却不愿意了 如果三万五跟你 你离不离婚 我后来没有人跟他过来 我肯定可以离婚 要离婚的 可以的 就是三万五 对 那么再问你 你愿意买三万五 我不愿意出 王大妈一听当场就急了 你还不乐意了 我还不跟你走了呢 喜欢哪一个 喜欢嘛就是 还是就是 我也不说喜欢哪一个 反正我老公啊 确实是脾气不好 那开始我嘛 年轻的时候嘛 就是抓着就讲道 现在嘛 他的脾气改了 改了 改了 也不打了 也不骂了 不骂了嘛 就是我身子嘛 一打堆了 我就说还是 不是看他 也不看我老公的命运 我就看我的身子 儿子一打堆 我就还是到我家里去 一听昔日爱人 选择了别的男人 小大爷的心瞬间 拔凉拔凉的 心里极度不平衡 觉得自己帮人家 养了十年的老婆 虽然我不给你 三万五的彩礼钱 但是你得算清 这十年来 我给你花的钱 还要加上青春损失费 磨损费 拿钱来埋葬这段爱情 我不疼一遍 不疼一遍 你看我多多的 用任何双手 跟他省你了 你的意思要他 给你 我一遍 他老公要你 要你赔孙子 他老公要我赔这个孙子 你八蛋他的老婆 此话一出 瞬间惊呆了在场所有人 就连调解员都蒙签了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当小三十年 还要找人家老公要赔偿 王大妈的老公 也忍不了自己的小脾气了 好嘛 既然你要磨损费 那我也来给你算一笔账 出去玩一次多少钱 你玩我婆娘十年 给过我一分钱吗 我跟你讲 我老婆 你贴她十年 我不说 你贴她我家 你说 你贴她我家 你贴她我家 你贴她一次 我一下你个小婆娘 我问你 很贴她 很贴她 你贴她不贴她 你贴她不贴她 你贴她多少钱 你十年 你贴我婆娘 该贴多少钱 该贴多少钱 你贴多少钱 十年 你贴多少钱 你贴我一分钱吗 得 这账算的也是没谁了 面对不断争吵的老公和丈夫 王大妈再次表示 自己儿孙绕妻 次生足矣 不打算离婚再嫁 邓大哥也坚决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都大几十的人了 还追究那么多干嘛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老婆再不回到你身边 今后打不打了 不会打她 不会打她 要好好顾着吃 她现在跟老公呢 跟你没关系了 那你应该退出来 好嘛 一波拉扯 人家小夫妻呵呵慕慕 肖大爷人没捞着 十年磨损费也没得到 还要面临补偿十年嫖资 心里这口气 怎么都咽不下去 越想越气不顾 一气之下 她开始口出黄连 直接吐露出王大妈的黑历史 他做鸡婆的 他做鸡婆的 你这个人怎么为鸡婆要的了 他人在给了我家 鸡婆 鸡婆的 他给你说的鸡婆 我可听一个的 他有老乡 放你妈的屁 那不是更应该给大妈捡了吗 面对众多吃瓜邻居 王大妈一下丢了面 一气之下 用手轻轻抚摸了下 肖大爷的脸庞 邓大哥紧随其后进行补刀 面对战斗力满旧的夫妻俩 肖大哥一拳难敌四手 在众人的劝说下 他最终决定离开 祝福 表示要彻底断绝和王大妈的关系 但门口这个遮阳伞 他说啥都得拿走 因为这是他给王大妈买的 最后的倔强 邓大哥好不容易降下去的火苗 瞬间窜老高 超级拖行直接开干 吓得肖大哥丢下遮阳伞 撒压开溜 临走前 他表示自己会再接再厉寻找老伴 要求对方贴心 踏实 至于有没有老公 内斗不要紧 要打尽自己 对方没老公的 这个没紧的 好不好 没紧的 得 啥也别说了 从前车马很慢 炸裂的八卦根本传不出去 质疑大妈 理解大妈 佩服大妈